宣誌做那個也是判決書的那個網站的部分 那因為其中有一個任務就是要判斷說 就是我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判決書大概長這個樣子嘛 然後裡面會有一連串的被告 有時候人多有時候人很少 然後就我們想要知道說每一個被告 像這種被告 他的那個工作職務單位是什麼 那工作職務單位就寫在裡面 裡面的某處這樣 對好那首先呢 我們現在知道被告有哪些嘛 那院子這邊給我了901筆的那個 901筆的判決書的資料 然後就把它全部整起來 然後全部過眾院院的一個斷詞系統 因為斷詞之後我才能用語意上面去做處理 然後總之呢就把那個所有的被告拉出來 然後裡面有一些是那種法代表的 那我們可能還要再後續處理 還有一些比較奇怪的 反正有一些例外還要再處理 但是已經很少了 那總之900筆就生出了3915筆的被告 反正將近4000筆的被告 然後呢 然後我剛才不是說那個 我所有的判決書都過斷詞了嗎 那這裡就是進到我的程式 好這個都不要管啦 反正就是說它是一個磁彙收斂程式 那總之呢 反正就是從這一段開始做收斂 然後對 細這個字是重點 就是說因為在判決書 它會有幾種形式去描述 像這個黃崑章 它這個被告它的那個工作職務 那有哪些細或是擔任或是違 那這個Pattern我還沒完全整理完啦 因為這個實在太辛苦了 所以就先先處理細的部分 那總之呢在這個部分就抓到黃崑章然後細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詞彙 因為斷詞的結果 常常它就是一個一個的 就是你會斷成行政院斷成衛生署 再斷紀件 那其實更原始的時候 它中間還會有一個 常常會有這種東西 因為在判決書裡面 它又會刮號 然後 然後或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它就注研在這裡面 所以這都是在文字Pattern上面 要處理掉的部分 那總之這裡就已經就處理掉了 然後經過兩階段 名詞跟動詞合併之後 最後發現黃崑章是金正院衛生署紀件這樣 出現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把它記錄下來 好 反正就是現在進度就是3900分之 沒有啦 反正這個詞寫好之後就是一些 Tuning 動作還有一些Pattern的判定 然後最後要把這個戲去掉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寫進去 但最後其實會算一個Wait 就是說我會給他一個Waiting 決定說他到底有多多 他的工作的職務有多可能是 這個某某判斷出來的東西啦 那最後可能再去 人工還要再去做一下確認的動作 對 反正大概就這樣 好 OK